看看这炖牛肉多耐人 大家好 我是姐姐 马上就过年了 今儿个人说说天津口味的甲肠炖牛肉 一盆天津家常炖牛肉的字数 大家好 我是一盆天津甲肠炖牛肉 我原本是一盆牛肉 啊 左人拿到拉我悠悠 把我切成了块 给我泡了个凉水澡 太凉身了 泡了四个小时 从前还换了散回水 准备白纸 豆蔻 撒盐 顶像 桂皮 大撩 滑脚 红果干 还有陈皮 抱撒布里 洗干净了 放小锅里 甲肠热水煮一会儿 冷水虾果 牛肉炒水 这水越来越热了呀 好嘛 都足开了 被烫呀 把我烙出来 再洗个澡 过种甲肠适量的食用油 甲肠白糖 炒糖彩 罢了罢了 炒至这样 放入我 啊 被烫 哎呦我去 被烫被烫的 重分的不停的返炒 返炒均匀 然后再甲肠酱 继续返炒均匀 不停的返炒 重分的返炒 看看我 准吗 把我倒入搞牙果里 啊 可我紫盖子了 甲肠甜面浆 到我脸上了 鲜肿带甜 带有酱香口 甲肠适量的啤酒 好嘛 还挺土颜 也遮我脸上了 甲肠适量的黄酒 然后甲肠开水 好嘛 被烫呀 甲肠一些饼糖 甲肠一些酱油 还有劳臭 还有劳烫 主言说这是每回炖牛油 留下来的 就是每回用 每回溜 响铁包 还有响铁烫 也要加力 呵 可我玻璃盖了 盖上盖子 好嘛 我骂也看不见了 丧气四二五分肿 我就单上了 看看 我多耐眼儿 倍儿真 这炖牛油啊 越吃越香 不是香 打烟了不能光吃牛油 还搭配一些菜呀 所以这个炖牛油 会各种蔬菜 也不是香 可以用原汤字挥 也可以夹这个粉蹄酱 还有蚝油 你像我这怎么做的呢 我这个呢 就是土豆胡萝卑 搞活减饿凉粉肿 然后锅边油 也要跟羊虫一块炒 夹的是骂呢 夹的是粉蹄酱 还有蚝油 擦好之后呢 夹的就是这个牛油 还有这个炖牛油的碳 一块儿灰的 呵 哎 旧杆饭不是香 我藏了一些米饭 盖上灰蚝的牛油 呵 看就耐眼儿 嗯 软弯 而且特别的现象 嗯 很像这土豆 我锅油的时候就是 给它多煎一会儿 出来一点这尬 呵 不是香 这牛油啊 口感特别的软烂 然后这味道呢 鲜香适口 而且带有这个现象 同时呢 连我家的粉蹄酱 还有蚝油一块儿汆的 它就有这种现象的 这种蒜甜口 呵 不是下饭 你像炖蚝的这个炖牛油呢 吃起来软烂 适口 鲜香 现象 同时呢 它这个多种香料的味道 附和的这个香味 会让你觉得这牛油的 又香呢 越吃越香 也要你夹这个粉蹄酱 还有蚝油 跟这个土豆 胡萝卜 还有羊虫一块儿汇呢 这个味道呢 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 鲜香 现象的技术上呢 更突出这个 蒜甜的这个现象口 吃完了 哇 太素坦了 天井口味的 假肠炖牛油 您来学会了吗 还有会牛油 您来学会了吗 如果您来喜欢我的视频 还用留言 点赞 收藏 转发 爱你哦 棒棒的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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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